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作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临时抱佛脚 然后就到寺庙去烧像拜佛 求释迦牟尼佛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 帮我渡过难关 然后渡过了以后 我们全部都忘掉了 然后有一次游游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游去烧像拜佛 这个就叫做求佛 这不叫学佛 这叫做求佛 所以我们求佛可以 我们没有说不可以求佛 当然是可以的 应该的 然后供佛也可以 应该的 可以供的 应该供的 我们也没有否定这些 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自动地做这件事情 不去学习 不去学佛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还有更遗憾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不是学佛 自己觉得这个就是学佛 学佛就是这样子 参加很多很多的发挥 今天参加汉川佛教的水炉发挥 明天参加汉川佛教的这个孝寨延寿的发挥 后天有参加藏川佛教的各种各样的财神的发挥 还有什么这个关钉等等 反正都是跟我们对这个金钱有关系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的 不管是发挥 不管是关钉 还有买包拼等等 反正跟金钱刮口的东西 我们特别感兴趣 然后跟这些民啊利啊 这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们不感兴趣 不管它是有多怎么样 多伟大 不管是菩提性 真无空性 我们不感兴趣 这个是最大的遗憾 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人的问题 而是我们没有得到真通的这个佛教的教育 所以我们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我们也不像这样子 知道了我们也不像这样子 我们也想去追求更高一点的 但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这个教育 我们不明白 不明白 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呢 大家希望再不要 再不要这样子的这个学佛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